大家好,欢迎收看聊台球 我们会持续推出精彩球局的钢法解析 并会在视频中进行相对应的台球教学 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 2010年的威尔斯公开赛 火箭奥萨利文对阵小钢炮马开伦 这局比赛奥萨利文打得非常好 整场比赛两次冲击147分的单杆满分 可惜都没有成功 在本局比赛最后呢 还出现了一些搞笑的事情 黑球打进 现在比分是63比16 奥萨利文领先43分 台面还有四个红球 直接翻带 在这里呢给大家说一句 只要是关于台球方面的任何内容 大家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一一的解答 另外呢如果有想看的精彩视频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根据实际的情况 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 奥萨利文已经超分了 黑球打进 中高杆右赛 白球贴着篮球过去 这个位置要的非常进去 看看阿伦 看看阿伦 用球杆顶起了白毛巾 宣示着已经投降认输 奥萨利文也看见了 在球场上呢 很少看见这样的局面 马开轮还有一次扔白毛巾投降 对手完全不接受 狠狠打了他的脸 这是为什么呢 下一期视频我们即将播放 请大家记得收看 请关注聊台球 也别忘记评论和点赞 你们的支持会让我们有更大的动力 做出更精彩的视频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